为了因应教育部规范新防疫指引 县长也考量即将要开学了 为让学童可以在开学日安心上学 只是教育处在开学日之前 国中以下的学童进行普筛 每名学生可领取一记的筛记 所需要的筛记由金门县政府负担 另外防疫物资 一个快筛试剂还有消毒用的酒精 县政府在7月8号到8月24号 完成各校的配发 县长也勉励各校同仁 目前金门因应开学潮防疫措施很重要 请大家共同为防疫尽一份心 县政府有备齐防疫物资 学校也已经陆续的完成开学应有的防疫措施 请家长还有民众放心 特别是我们在全县小朋友在国中以下的疫苗注射 疫苗的注射率还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我想现在防疫的重心有一大块就是在校园的部分 那么今天特地过来看我们学校的这一个校园的防疫 那今天来呢 我们看到了就在常态的配合上面 我们金宁乡公所平常就协助学校来做这些清销 那学校的部分也针对所有应该要做的消毒 还有这些教学都有条不紊的做了相关的规划 我想经过这两年多的疫情虽然辛苦 但是各校都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一个防疫应用计划 可以请所有的乡亲们放心 那当然在县府的部分 我们除了既有的这些作业之外 不管是接下来因应的混成教学 乃至于现在中央新改变的这一个政策 也就是之前如果有人确诊就要全班停课 这一些都做了调整 我们也都有预你的预案 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 请大家放心 为了进一步的确保整个校园防疫的安全 所以我们也下发了每一个学生 在开学前有一季的快赛四季 有一季的快赛四季 可以达到在国中以下本县的学生 开学前都有一个普筛的效果 教育部8月22号公布最新的防疫措施 从9月12号开始 高中以下不在全班停课 也就是确诊者的同班同学 老师学校会提供同班同学 以及老师一记快赛四季 阴性无症状者可上课 如有症状应紧速就医 和学校会认识者可上试得